很快的我们要来到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最后 我已经把像刚刚画完一张仪表板 就是进口的仪表板 进口资料分析 可是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我没有进口分析 就会有出口资料分析 然后还有进口加出口的分析 甚至进口分析里面还有要介绍到函数 那函数我也都帮各位写好了 因为最主要的重点 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说 原来画图这件事情 其实很有趣很好玩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研究分析 那一样先去下载范例 下载范例 连范例就是一个完整的资料 我已经做完一些 就是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它里面有一些国家 后面拉里拉撒张了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什么小于A 什么的一些特殊的网页的符号 那还有空白空白是最讨厌的 还有半型空白跟全型空白 我全部都处理掉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下载范例 所以到这个地方没问题吗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输入那个我的 范例所在的网址也就是 Kathryn хотя Lavers 其实跟大家都一样 后面不一样 后面这六根码 好有区分英文大小写YTZ 好然后那个大写的R 小写的X大写的T Enter 然后接下来要请各位点选范例下载 就是这个课程POWBI技巧应用年期班的范例下载 点范例下载之后呢 这里面多了两个档案 多了两个档案 第一个是进口202201 这是截止到 就是一个档案 它包含的所有资料是结算到 2022年1月的所有进口资料 所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它的密码就在白板上 再来就是出口的资料也请把它下载下来 除了这个要下载还有产品观摩 产品观摩 我就直接给你就是最终做完的那个档案 就是这样 它有BI技巧应用04 你看你上完课之后你可以得到 不是只有一个仪表本 是很多个仪表本 然后接下来点选什么 点选下载 好 那这三个压缩的两个范例 已有成品 请你先下载下来 没关系 小哦 弟子 我对实际上 多靠近 伤久 和 把 感谢观看